这是梅小哥赴任光明线后的首次立飞 手段虽然常见 但效果却非常明显 过程温和 但威力却绝不普通 新冠上任的第一把火 梅县长一下就烧了起来 事情嘛 很简单 因为光明线的财政困难 县医院的工资拖欠较为严重 尤其退休工资方面更是如此 无奈之下 院里退休的医生们 组团找到了梅县长 请求县长主持公道 这个月发的是四个月前的退休工资 我看这个情况 从去年车前以后就开始了 期间还曾有过多次不间断的情况出现 还有啊 医院的返聘门诊补贴 也有拖欠 院长怎么说 院长的工资和我们是一样的 大家收不到 他也收不到 都没办法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院长那里已经早就没了希望 甚至连院长的工资都没有着落 梅县长别想再退给院长了 当然 梅县长压根也没想甩锅 问及院长的态度就只是 是明确问题的严重性 便于自解后续的发挥 只是 堂堂县太爷插手如此问题 当然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且 而且这个理由还必须具备唯一性 否则医院的问题解决了 学校的问题怎么办 学校的问题解决了 其他局半位又该如何 来听听梅县长的理由 我小时候啊 得过肺炎 施主任 就是您给我看好的 您一定不记得了 那个时候啊 天天发烧 家里老人不懂 瞎给药 安乃静 到了仙院才知道有风险 你肯定不记得我了 不不不 我有印象 这权限38万人的身体健康 全得拜托大家 放心啊 今天这个事情 必须有个说法 梅县长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 医生就死扶伤 直接关系权限数十万百姓的身体健康 谁也离不开 谁也没办法拒绝 另外 我们需要注意这位老同志的人情事故 小时候的梅县长他当然不记得 但此时的梅县长不记得也要记得 就算谎言很明显 也必须对得起梅县长的记忆 好了 理由更加充分了 医生们不但是全县百姓身体健康的基本保证 更是县太爷的救命恩人 那么 这个工资拖欠的问题就必须解决了 然后 梅县长开始了立威的操作 我们先来看看 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叫来了谁 院长也到了 我介绍一下 朝复副县长 明路 这位是李副县长 分管医疗 还有卫生局的王主任 有 财神爷来了 常务副县长 主管领导 李副县长 分管领导 卫生局王主任 主管部门领导 医院院长 所在部门领导 财政局长 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 只是一个工资拖欠的问题 真就需要叫来这么多领导吗 事情不需要 但梅县长需要 因为梅县长要立威 凡是能够涉及到的领导和部门 必须全部到场 这叫话语权 这叫领导的威慑 我让你来 你就必须来 哪怕只是旁听 你也得乖乖给我待着 更重要的是 梅县长需要大家见证自己 第一次独立处理问题的整个流程 需要将自己的权威散播出来 一举确立自己的领导形象和领导威望 戏台打好了 演员到位了 观众也都有了 梅县长可以给出具体要求了 今天这样啊 卫生局的同志也在 我们大家一起想个办法 定个方案出来 这工资缺了咱们自己 也不能缺了救命的人 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解决医生的工资拖欠问题 而且态度非常明确 缺了咱们自己 也不能缺了救命的人 一句话 能够负责这个问题的领导和部门都在 这个问题今天必须解决 我们医院的工资一直都是三七开 我今天回去 我就把这30%补上 返聘补贴 以后我都会准时发 首先 医院的工资三七开 这是硬性规定 该我负责的部分 我想办法解决 也就是说 我想办法解决拖欠工资的30% 那么院长的这个态度 究竟高明在哪里呢 首先 态度积极明确 严格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 再者 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这是对领导的支持和拥护 更重要的是 有了这个态度 剩下的难题就再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剩下的70% 谁愿意解决谁解决 就算医生们再有意见 也不能找我闹 该找谁找谁 然后 请注意梅县长的眼神 看向了剩下70%的解决可能 先看向常务副县长 再看向财政局长 意思很明确 这是你分管的领域 该你说话了 懂点事吧 常务会议赶紧将锅甩给了身边的财务局长 叶局长 剩下的70%能补上吗 请注意财务局长的眼神 长时间盯着常务没说话 想说的话都在表情底 你问我 你还好意思问我 财政局有没有钱你不清楚 你说能不能补上 奈何 官大一级压死人 奈何 常务的眼神没有丝毫退去 财政局长无奈了 只能勉强给出回应 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就研究过 我也知道 真的不是故意拖着 主要是 我们实在也是 常规的回答 属实的无奈 财政局长的态度并无不妥 手里没钱确实不敢乱承诺 但面对县长大人 又不敢直接了当 只能支支吾吾 只能面露难色 可没等财政局长强调完具体的困难 没县长便直接打断了话 斩断了财政局长的继续发言 知道你也不容易 想想办法 先从别的地方挪一挪 你还能说什么 你的困难领导理解 你的难处领导清楚 再继续强调 可就是不给领导面子 甚至有点不识抬举了 而且领导都给你指明了解决的办法 你再没有顺赶往上爬的态度 可就真说不过去了 县长 我是之前 雪球滚得太大了 我这呢 最多只能挪一半啊 行了 这就是态度 尽管没有一次性解决问题 但财政局长有了如此松动 就算是梅县长的立威成功 梅县长当然清楚 县里财政的具体困难 而且自己立威的目的已经达成 那就赶紧顺破下旅 给出一个折中处理办法 要不这样 就和拆签以后新建的商品房一样 按揭 剩下的一半打个包票 分批发法 最多不超过 最多不超过 三个月 就是有一件小事 小事 想来想去呢 还是得跟常务先说说 有这么个情况啊 书记昨天开会说了 向上争取资金 爱书记呢 在省里正好有个同学 我们已经在联系 县里财政困难 梅县长又下达了一项硬性任务 逼着财政局长只能找到常务副县长要钱 只是光明县到处缺钱 要钱当然不能直接了当 财政局长的办法是以进为退 句句不提要钱 但字字都是要钱的意思 什么叫以进为退 撂挑子不干了 没有钱的财政局长叫什么财政局长 没有钱的财政局长如何开展工作 只是常务太清楚财政局长的套路 面对如此威胁 人家非但没有给出回应 反倒一副看戏的表情 静静看着财政局长 有了换环境的铺垫 财政局长可以放心给出抱怨了 我现在东墙西墙都已经拆遍了 你说现在要堵的窟窿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这个算盘 我是真心打不动 首先当然要强调一下 县里财政的具体困境 然后才能提及财政局长所处的具体环境 你看那个李宝萍 天天堵到我们家门口来 跟我要钱修路 是单位找家里找 还有那个李来友 就差搬着行李床 住到我们家门口去了 我们家老太太 以为我在外面欠了高利贷 我现在是一睁眼 都是要钱的 我是给了左手右手就不够啊 行了 该说的话都说了 可财政局长接下来的一句话 彻底暴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但是说句心里话 我不是那种怕压担子的人 强调了困难 再强调一句不怕压担子 这就说明你并非真心想换环境 就只是抱怨工作的困难 或者就只是想要钱 常误一听 你到底说出了心里话 到底不想换环境 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面对以退为进的最好办法 就是正面硬刚 就是将对方的退刻意较直 逼着对方主动退却 再看财政局长的反应 官场之套路 基本算是领导们的常规技能 而且随着级别的升高 这种技能越发增加 财政局长打算套路常务 成功的可能性几乎能够预见 更何况 实际的工作或许真有困难 但除了升迁 真想换个环境的人 还真不多见 财政局长的难还会继续 直到整个县的大环境改善 光明县的未来 财政局长的春天 才是今天的梅县长 明天梅书记真正的考验